有網友透露說跟朋友兩個人在嘉義市的這個租借U-Bike騎車騎到台南後避 當時一個小時二十分鐘時間呢 兩台車還車居然花了一千兩百七十元 就算是搭計程車不過是五百塊錢 原來是因為這名網友跨區還車必須要來支付一筆單車載運的調度費 兩台單車總共是一千兩百三十元 也就是說租借費用不過是四十塊錢 錢幾乎都是花在調度費上 騎著U-Bike在城市裡來個小旅行分外悠閒 短程租借甚至免費 它現在是免費的 免費的所以很方便 三十分鐘免費 共享單車花費大約只要同板架 但有網友和朋友兩個人 從嘉義市博愛後遺街口 騎到十幾公里外的台南後避火車站 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時間 竟然花了一千兩百七十元 原來其中的貓膩就常在跨區調度費 點開U-Bike官網對於跨區調度費就有一一說明 從嘉義市到台南六百一十五元 網友和朋友兩個人總共就要一千兩百三十元 以他們花費一千兩百七十元計算 扣掉調度費租借費只有四十元 所以花費幾乎都用在了調度費上 就算搭計程車大約也只要五百塊錢 為了避免單一縣市車輛過多或不足 自行車都會包裝調度回原縣市 因此著收了跨區調度費 不知情的網友這寶貴的一堂客代價千元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